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我是陈子 5月20号 刘志强在微博上发了6000多次的长文 告白周阳青 以日记的形式 从5月1号写到了5月20号 也是回忆起来两个人的相识相恋的9年点滴 而小猪呢 也是在最后向周阳青再次表达了歉意 而小猪这一篇长文一新发出 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吐槽 大家是纷纷的表示说尴尬呀 甚至有网友称说自己读完之后 用脚趾头抓地板都能够抠出两个客厅来 而如此夸张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尴尬 也是令人很震惊的 而5月20号下午的时候 张一新上线也是点赞了卢志强的微博 作为极限男人帮的一员 张一新和卢志强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张一新点赞卢志强的微博 也不知道是吃瓜手滑 还是说点赞支持卢志强 感慨卢志强和周阳青的九年青春呢 而极限挑战这档节目当中 卢志强和黄博 孙宏雷 黄磊 以及张一新王迅 组成的极限男人帮 从始至终都是在秀着兄弟心 而如今卢志强成为了练习一人 其他兄弟均是沉默师生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小猪说话 而孙宏雷甚至还手滑地点赞了 Dace卢志强的文章 而此前卢志强也是刚被爆出 与周阳青首闻的时候 极限男人帮的另外一位成员 孙宏雷也是曾经点赞过 Dace卢志强的微博 也是被网友发现点赞之后 孙宏雷就又很快的就取消了点赞 极限男人帮的兄弟们 七二连三的点赞卢志强的微博 这个友情是真的还是塑料情谊呢 真的是很难说了 5月20号的上午9点12分 罗志强也是踩着与周阳青9月12号生日相同的时间点 在微博发布了长文 不得不说 罗志强的这个踩点真的是有点用心了 难怪有着时间管理大事支撑的他 之前周阳青爆出小猪的丑闻之后 小猪也是曾经两次在微博发出了长文 对于周阳青道歉 而如今罗志强也是在文中 又一次的向周阳青表示歉意 对不起我错了 不过小猪就算是道歉再多次 也挽回不了周阳青的9年青春呢 而小猪选择在5月20号这一天发长文 告白周阳青 有网友也是很担心周阳青会心软 会原谅罗志强 会与罗志强复合 不过5月20号的下午 周阳青就上线发文说早安 却没有回应理会罗志强的申请长文 想来周阳青也不会与罗志强复合了 而如今罗志强因为丑闻的影响 在娱乐圈已经成为了劣迹艺人 而想要洗白付出 可以说是男上加男 更别提是凭借着一篇长文 就想让网友们买账 而小猪道歉求和的心切 女粉丝也是直呼 不要离他不要复合 而5月20号的时候 罗志强也是发长文 表示道歉并且要求复合 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一片热议 许多周阳青的女粉丝 也是在微博与周阳青沟通 他们也是各输几件 认为说大多数都是女粉 同时也都有许多 与周阳青有着同命相恋的人 而这些人之前 也是不断地与周阳青产生了共鸣 有人指责男友忘恩负义 有人就说向周阳青去咨询教训 各种人是力挺周阳青 表示对刘志强很不再信任了 而有的粉丝也是在微博说 不要理他宝贝 也有女粉丝大呼吁周阳青 你要清醒一点不要复合 而周阳青也不是不理智的人 他之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手决定 已经是通过了反复的思考以及掂量了 既然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就已经是做好了破釜沉重的准备 也就不会轻而易举的与他复合 而周阳青这几天的反应 是最好的回答 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只是开开心心的 跟他的闺蜜们 做着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于刘志强就是不屑一顾 而看来罗志强已经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许多人也是在评论罗志强的时候 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罗志强并非是真心的希望与他复合 是希望能够稳住周阳青 不要再继续爆料 就已经是达到了目的 而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那罗志强可真的是费了大心思了 洋洋洒洒的将近七千个字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想必周阳青也已经是阅读全文了 不过不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也的确是不容易 未来的感情走向 真的是很难预料的 就在最近神迹已久的罗志强 就逐渐的开始活动了 频繁的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动态 在5月20号 这个520大多数人选择告白的日子里 罗志强也是发表了七千字的长文 用稚嫩又矫情的文笔 以男孩女孩的口吻 来写下了和周阳青的点点滴滴 而罗志强或许是自认为是情深意线 但是罗友们却是吐藏不断 就调侃罗志强的文章 是让人想到了 梦回QQ空间的感觉 然而罗友们虽然说是吐藏不断 但是当事人罗志强和周阳青 在此之后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回应 周阳青也是简单的 发了一条动态早安 而粉丝们也是纷纷的留言道 要他不要理那只猪啊 而周阳青似乎也确实是 没有打理罗志强 在当天晚上 他就接连的更新了两条动态 都是和好友们在酒吧喝酒的短视频 也是十分的潇洒尽兴 然而罗志强在发文之后 却是小动作不断 先是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了投票 选择了支持罗志强和周阳青复合 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 并且在第二天又连更了五条短视频 为自己名下的潮牌做着宣传 其中还饱含深意 罗志强先是发了一个图片 称想要重启2020 同时他发布的几件T恤也都是以重启世界为主题的图案 可见罗志强是被爆出了这个2020年过得非常不愉快 因此想要重启2020 但是以他的渣男行径 就算是今年不被曝光 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崩塌的 然而罗志强在社交平台上更是更新了动态 或许意味着他已经是正式进入到了复出之路 在此之前 关于罗志强想要付出的新闻也是数不胜数 有人就说他要看记者会道歉 抛弃简凯乐以求自保的 也有传说他已经和简凯乐正式的在一起了 两个人将继续组织娱乐百分百 而为此 罗志强也是不惜和经纪人闹翻的 众所周知 在罗志强和周阳青分手之前 周阳青和罗志强的经纪人小双 关系并不是很好 而两个人也是经常的暗绰绰争风失促 罗志强也是为了周阳青买了一双新款的鞋子 而小双呢 却是抢心的传到了脚上 美滋滋的晒出了图片 而此外 小双还曾经是暗绰绰的 讽刺周阳青整容脸分不清 小双会和周阳青争风之促 自然也有可能会和简凯乐争风之促 小双一直以来都是蝴蝶姐姐的经纪人 而蝴蝶姐姐的事业发展 表面上看上去是顺风顺水的 被很多人喜欢 其实娱乐百分百才是他的大本营 而其余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在老板罗志强的基础 而曾经也是因为卢志强开玩笑说 要辞退他娱乐百分百的主持工作 他也是不停的痛哭 而这一次分手事件中 周阳青也是点名简凯乐 而小双很可能也会见此机会 让小猪抛弃蝴蝶 既能够保住小猪 还能够抛弃一个情敌 可谓是一箭双雕 而且也传出了 简凯乐是每天都是以泪洗面的 想要卢志强帮忙保住自己 娱乐百分百的主持工作 而这一档主持节目也是他的收入来源 不过近日也是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罗志强已经是安抚好了 蝴蝶姐姐和经纪人 两个人之间的硝烟已经是消停了 而目前经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是 要帮罗志强付出 从该博主透露的信息来看 罗志强付出之前 就先平息了自己的后宫内战 而随后才开始了 逐步的实现付出计划 小双对比于卢志强是大一岁的 在19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卢志强 而之后就一直是担任卢志强的经纪人 直到今天为止 而且他期间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只是传出过一段恋情绯闻 卢志强罗密欧时期和签约经纪公司 发生了合约纠纷 而小双也是义无反顾的去工作站 找他帮他打官司 不仅是分文不取 甚至还自己掏钱给卢志强花 而此后卢志强每一次活动 小双都是亲力亲为的 签上会小双也是每一场必到 可以说卢志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小双是功不可没呢 而小猪选择在520这一天 发布长文来告白周杨青 又是在第二天连发了五条动态 为自己的潮牌做宣传 是足够了维持了热度的同学 又不会过于冒犯那些不喜欢自己的网友 或许就是小双在他背后出谋划策呢 而且现在娱乐百分百方面 也从来没有说过要辞退坚凯乐 想来背后也是罗志强在帮忙出力了 而如此看来 罗志强或许是已经成功的 让小双和坚凯乐握手言和了 而罗志强和周杨青的分手事件 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而从之前周杨青方面的发文来看 显然是已经停止爆料了 不知道小猪罗志强会不会长输一口气呢 自从被曝光 罗志强与旗下女议员 坚凯乐的关系不正常之外 两个人的事业方面也是遭受到了滑铁毒 多档综艺更是将小猪的名字抹掉 而近日也是有媒体爆料出 其实简凯乐去年就已经和男友订婚了 对方是一名医生 而简凯乐私底下依然是与罗志强交往 不得不说这个消息出来 又是让罗友们大跌眼镜 小猪和简凯乐之间的绯闻不断 而周杨青作为是获胜者 却是早就已经跳出漩涡了 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周杨青和雪梨两个人也是相互调侃的 直播间的气氛也是非常活跃 直播期间周杨青为了展示效果 还将脸凑近了直播镜头 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皮肤细腻光滑 而脸上干干净净的毫无逗应 虽然说她承认过自己妆容 但是皮肤状态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在开启直播之前 周杨青还曾经和好闺蜜一起外出野餐 享受着美食和美景 并且拍下了美照 十分的恰异 之后又和好姐妹们一起飞到了三亚度假 在三亚她同样是过得心情舒畅 反观罗志祥是被种种舆论包裹着 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近日也是有媒体爆料出来 罗志祥已经与曾经和周杨青准备的结婚房子清空了 包括一些成熟的家具和物品 现在整栋坑房已经是人去楼空 一片凄惨的状态 而据悉当初罗志祥是花了巨资买下了豪宅 准备作为两个人的婚房 而婚内也是经由着精心的布置 早前罗志祥和周杨青还爆料出来同居试婚 并且被拍到一起甜蜜逛街 宛如是一对夫妻一般的 而依此可见 两个人当初恋爱的确是有着结婚的念头的 就在前几日 有粉丝是制作了视频鼓励偶像 而罗志祥也是暖心的发文回应道 请等我回来 而有网友也是察觉到周杨青是用小号 顶赞了此消息 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猜测 两个人会不会复合 而现在也是传出了清空婚房 人去楼空 看来这一次 罗志祥也是完全不想复合了 而小书的青春文章里面也是说到 但是周杨青坐着云桥飞车 一向来都是牵着她的手的 说好的温情暖男保护她 结果却是被爬出来 现场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很多网友们也是纷纷的递死李小鹿 又一个的喜欢饶食歌手 这是在内涵李小鹿 还是在内涵周杨青啊 众所周知 周杨青和简凯乐已经是合作多年了 而且是罗志祥旗下的唯一艺人 而两个人依然是亲密互动不断 多人运动曝光之后 简凯乐的妈妈也是多次的去祈福 然而爸爸呢 此前还曾经在节目中调侃罗志祥 什么时候迎娶简凯乐 多人运动曝光之后 简凯乐也是第一次的站出来承认关系 并且道歉道 这一次罗志祥主动试爱 不知道蝴蝶姐姐会不会出来阻拦呢 而罗志祥的工作室成立之后 也是只签约了简凯乐 并且是出高价 让简凯乐到夏威夷拍写真 据知识人士爆料说 罗志祥是为了简凯乐 还献出了自己珍藏的乔丹鞋子 还为曾经四年前的承诺 一口气买了500张ET 而罗志祥这种赔钱赚摇合的行为 也确实是令人想不通的 台媒方面近日又放出了一击猛料 称简凯乐已经在2019年底就订婚了 据知识人士爆料说 两个人是在上海经过好友介绍认识的 对方的职业是医生 而随后媒体也是多次接洽了简凯乐的经纪人 确定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不过对方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很多网友也是感慨到 假如确实是有此事的话 那简凯乐的未婚夫 岂不是有点惨呢 不知道对方是否了解简凯乐 与罗志祥的私底下的亲密关系